- 滚! - 荆轻,我打死你! - 死我了! - 乞! - 滚! - 这宗仙文 tweets要打死你! - 他们敢去哪里? - 跑了!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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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抒发自己的理想 大马头 你到底要干什么 说吧 小话呀 让我站起来 你别让我在你面前跪着死 够总 说吧 想干什么 下次请你出来 是要跟你谈些好事 好事 跟我谈 准确地说 要跟你家主子谈 让你中间传个话 跟我们家先生谈事 你觉得可能吗 前几天 你不是在八仙桥还准备杀他的吗 干我们这行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生意 我要跟你主子做个生意 他肯定满意 为什么 你家主子 不是一直想得到第一箱的秘籍吗 我可以卖给他 已经搞到了 我马上搞到 那我们家先生 要是不答应呢 这么好的彩礼他不收 他傻呀 大马头 如果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第一箱的秘籍 你是给顾爷准备的吧 我不想在顾爷这个树上吊死 我想把这个东西卖给你家主子 只要他架下出的爽 那我家先生要是不干呢 我灭了他 苍天在上 后土在下 官二爷作证 我 公孙雷 我林文贤 不义 结拜为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上天明鉴 我这次来 是想跟你谈点要紧的事 您尽管说 现在谁都知道 我和林通贞是刀对刀枪对枪的干上了 商会呢 为此伤透了脑筋 他们出了个邪证 叫 竞拍会 竞拍会 也就是 一口价 谁出的标价高 一次成交 这第一箱的地契 还在公孙雷手里 这怎么能看待呢 公孙雷到不怕 商会 会高兴的 那 林通贞的标的是多少 林通贞的标的是多少 公孙雷 您看着我看吗 这个我得问你 明白吗 明白吗 你是想让我 嗯 对 是这意思 你可以替林通贞 来打探我的消息 我也可以让你替我 打听林通贞的消息 我想 这第一箱到了手 你我也利于金瞻 关键是 要准确地打听到 他的标的 归来 我干 你回去 我已经想 我一进门 我就跟我进去 我不管他同不同意 哎 我一定去南方 哎 顾佳慧呢 你不管他了 哎 不是有你和公孙吗 你们两个人可说了帮我搞定的 哈 什么跟什么呀 我们连长生魔都没看清楚 什么什么 少来啊 少来少来少来 别想他了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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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伯伯呢 顾伯伯好 嗯 这阵子 怎么没找佳慧去玩啊 我和佳慧的事 改日一定向顾伯伯请教 他和佳慧的事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们俩是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是个好事 那时候我们一高兴 给他们订了个娃娃金 哎 现在这越说吧 还越真了 哈哈哈哈 这样 照顾凉晨几日 干脆给他们这事订下来 省得咱就总觉得欠欠了 感情好 这也是我们胡家祖上积德嘛 啊 啊 呃 是我跟顾伯伯还有话说 你先出去吧 啊 嗯 雨乐 这拍卖会定在哪天 下月初一 这么说还有十天呢 这十天里顾爷一定不会闲着 先生 您觉得我还能做点什么吗 你和顾爷已经闹翻了 我看还是不动为好 先生 白天大码头给您提的建议 您考虑过了吗 嗯 这个 哎 哎 秦宇啊 嗯 不走了 上楼歇下去吧 我 哎 别弄得太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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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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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您心中早就有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个树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爷 你接着吹啊 吹得很好听 我打奖你了吧 没有 我不吹了 你上楼去休息吧 你也让我上楼去休息 这是我应该关心的 少爷 你为什么对我总是这么客气呢 如果一个人 对一个人总是十分客气的话 这说明 他在心里很排斥对方 我能看看吗 看吧 这是你生母留给你的吧 嗯 你很想念他 嗯 少爷 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问你 问他 你生母 是你父亲的女人 现在 我有跟你父亲在一起 你心里对我是什么态度 我对秦宇小姐 没有态度 没有态度 回答得真好 只有对一个无所谓的人 才会没有态度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待在这个家里 更不喜欢 跟你的父亲在一起 爸爸喜欢和谁待在一起 我没有权利去管他 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对你很好 给了你很多 没错 这个家里的确给了我很多 吃的穿的用的 可是你知道 这个家里给我最多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寂寞 就像这漫漫的黑夜一样 有变得近 tales depend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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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